哈喽大家好 现在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 戴口罩成了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戴口罩的方法不是正确 那么这样就做不到保护好你自己和你家人的一个作用 我发现很多人戴口罩 是把口罩这样直接围住脸上 这样戴住 那么这样戴呢就会有一个缝隙 在鼻梁这边就会有一个缝隙 那么正确的戴口罩的方法呢 是口罩拿住之后 我们帮它对折 这样对折之后 然后呢再这样拉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戴在脸上 这个尖尖的地方对准鼻 我们再按一下 确保这边没有缝隙 周围也是 下面再贴一下 这样我们的口罩就戴好了 那么在戴口罩的过程中呢 我注意到很多人很喜欢去摸口罩的外边 可能是戴着不舒服 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动作很熟悉 很多人都不叫 来拉你的口罩 那么这样做的动作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新冠病毒 它在口罩外边的细菌可以存活七天 当你这样拉的时候 你就把病毒粘到了你的手上 如果你没有及时洗手的话 你去再碰食物 或者是有你的眼睛 你就会把病毒带到你的身体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希望大家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一个习惯 不要碰口罩的外边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丢口罩的一个方法 正确的方法 我们摘口罩的时候 当回家呢 回家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要用肥皂彻底的洗手 洗干净手之后呢 要这样摘口罩 不要碰到口罩的外边 这样我们就口罩摘下来了 我们也没有碰到它的外面 在之后呢 我们用手这样丢掉口罩 用手拉它的里边 这样对折 这样我们就没有碰到它的外边 对吗 再对折一下 然后再这样一下 再这样绕一下 这样口罩就系好了 在丢之前 我们拿酒精 就是75度的酒精 再喷一下 这样 就彻底消毒了 就可以丢到垃圾桶里了 为什么我们要 口罩换的时候 要给它消毒一下 再丢呢 因为口罩的外边 可能会粘上各种细菌 包括新冠病毒的细菌 如果你这样随便丢掉的话 就造成了细菌再次传染的一个途径 不要忘记了 它的口罩外边 可以存活七天 这个病菌 在这里呢 我们大家要做到 勤洗手 勤通风 尽量少去人多的公众场所 都是避免被传染的最好方式 保护好自己 就是保护你的家人 谢谢